俄罗斯举兵入侵乌克兰进入第924天 一度拒绝与乌方谈判的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东方经济论坛上改口 表示愿意谈判但有前提 只是口中强调的伊斯坦堡协议 条文从未公开 外界只知道是在2022年春季 乌俄双方签署但并未执行 在谈到进攻乌克兰的主要目标 就是乌东的顿巴斯 长久以来俄罗斯对顿巴斯的执着 有历史渊源 有煤炭跟工业 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夺取马里乌坡尔 连通克里米亚和地中海 还能分裂乌克兰的独立自主 不只对战事侃侃而谈 还智慧美国选举 说自己是川普的拥护者 但会听拜登对选民的建议 支持贺锦丽 然而拜登政府才因为干预选举 对俄罗斯官媒 今日俄罗斯的员工以及相关公司 寄出起诉 制裁 限制签证 检举奖金等措施 普丁的表态听在白宫耳里 一点都不悦耳 目的更不单纯 因为普丁认为拜登和贺锦丽 都比川普更好预测 这对俄罗斯更加有利 近新关独立马来告 王竹云报道